明天起 也就是3月1号 一大批新规将落地实施 涉及快递 发票 出行等多个方面 一起来了解 交通运输部公布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 自2024年3月1号起施行 其中规定 保障快件安全 不得抛扔踩踏快件 未经用户同意 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 不得擅自将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 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等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决定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6号 自2024年3月1号起施行 修改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明确电子发票基本管理规定 二是增加发票数据安全管理规定 三是细化发票违法行为认定情形 四是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嫌接 五是完善发票印制领用开具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 和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大纲 自2024年3月1号起施行 特殊食品包括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 关乎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财政部公布关于修改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的决定 自2024年3月1号起施行 决定共修改两条 一是完善考试复合制度 增加复合后的成绩为最终成绩的规定 二是完善考试保密制度 有关条款修改为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启用前的试题 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按照国家秘密管理 国家标准血液尿液中 乙醇 甲醇 正丙醇 丙酮 义酮 义酶醇和正丁醇检验 于2024年3月1号起实施 新检验标准 以血液中乙醇的含量检验为例 饮酒驾驶为每毫升0.20毫克 驾驶员血液中乙醇含量 大于或等于每毫升0.80毫克 属于最佳